强声接连响起 黑烟不断冒出 有民众逃到汽车后面 躲避子弹 场面相当混乱 伊朗各大城市抗议示威 持续延烧 从早到晚都有民众聚集抗议 尽管警方强力镇压 各地抗议依旧越演越烈 还有民众拍到一次警察 追打抗议者的画面 许多女性走上街 摘下头巾 甚至一把火烧掉头巾 22岁伊朗女子艾米尼 因为没有戴好头巾 这个月16号在警方拘留 期间丧命 引发伊朗三年来 最大规模街头抗争 抗议活动蔓延至少46座城镇 所以现在万亿的伊朗人士 现在的状态的死亡 阿米尼的死亡 是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 但在伊朗国的死亡 阿米尼的死亡 是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 有社群媒体上一次出现 全国罢工的提议 还有多所大学学生 一次开始罢课 还外也出现巨大的响应声浪 包含美国阿根廷 希腊等地都有示威抗议 发起减法剃头 和烧毁头巾的行动 伊朗政府为了阻止国内的抗议画面 外流甚至开始关闭网络 联合国表达严重关切 法新社引述人权组织统计 抗议活动11天以来 至少75人死亡 但实际数字恐怕还更多 伊朗记者形容强制带头巾 不只是一块布的问题 就像柏林墙 如果英老妇女设法推倒这堵墙 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 经信文张力 陈思寅报道 请你试试张